难怪杨过的儿媳会与他人有染 你看杨过年轻时 毁了谁的清白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名叫第三十三代教主 并不是叫做杨顶天 而是叫做杨破天 书中是这么写的 袁真道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老那今日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 少年时的事 好 一起跟你们说了 各位可知老那是谁 杨破天是我师兄 杨夫人是我师妹 老那出嫁之前的俗家姓氏 姓程鸣坤 外号混原匹立手的 便是 原来在金庸最早的设定下 杨过之子换作杨破天 而杨破天 成坤 杨夫人又都是同门 只不过杨破天仗着自己的身份 和卓绝的武功横刀躲爱 这才取了杨夫人为妻 尽管如此 杨夫人还是暗中与成坤优惠 二人躲在明教的密室里 轻轻我我 无意被杨破天发现 害得杨破天走火入魔 蹊跷流血而死 看到这里 你或许已经察觉到了杨家的女人 总会有一些节外生枝的儿女私情 这又是什么道理 笔者认为 这和金庸一贯宣扬的因果循环有关 众所周知 身为神雕女主的小龙女 在金庸的勾勒之下 是一位冰清玉节 貌落天仙的角色美女 假指小龙女自幼就修持玉女心经 做到了少言少语 少思少语 可这么一位单纯的女子 却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被全真教的引至平所辱 出读神雕侠侣的时候 很难理解金庸为何要将小龙女写成这样 直到将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串联起来读 就能发现关键所在 原来金庸喜爱阎读佛经 他认为是有因果循环的 好比在牛家村的时候 郭孝天曾替杨铁心挡住了致命一击 可郭孝天的手臂却被断天德硬生生的斩落 于是到了神雕时代 郭孝天的后人郭福挥舞力剑 斩落了杨铁心后人杨过的一条手臂 这样一来 杨家欠郭家的那一条手臂算是两清了 无独有搂 在连载版的射雕英雄传里 杨过的生父杨康欺辱秦男情 秦男情这才生下了杨过 于是杨过的妻子小龙女 为何会被他人趁虚而入 夺走真结就变得有迹可循了 既然金庸遵循因果循环 那该如何解读杨过的儿媳妇杨夫人 在婚后与他人有染的剧情走向 其实认真看过神雕侠侣的读者会发现 杨过年轻时也做了一件事 将一位女子的清白毁于一旦 那时杨过假扮成傻蛋 和身穿白衣的陆无双打情骂俏 暧昧至极 但陆无双招惹的可是杀人不眨眼的赤裂女魔 李莫愁 杨过也不是李莫愁的对手 为了躲避李莫愁的追杀 杨过决定智取 这个时候 杨过发现路上有一个迎亲队伍 新娘坐在花轿里 新郎则在花轿的边上走着 书中是这么写的 那新娘吓得尖声大叫 脸上兜着红布 不知外面出了什么事 杨过伸手拉下他脸上红布 但见他脸如满月 一副浮像 笑道 新娘子美得紧啊 在他脸颊上轻轻一摸 新娘子这是吓得呆了 反而不敢作声 杨过左手提起新娘 叫道 若要我饶他性命 快给我媳妇换上新娘的打扮 杨过举起他身子 往空中一抛 待他飞上一仗有余 再跌下来时 在众人惊呼声中 伸手接住 你要知道 在古时候 新娘子的盖头 只有在特定的时辰 由新郎本人方能掀开 而杨过不是新郎 却嬉皮笑脸的 掀开了新娘的盖头 这无疑是毁了新娘的清白 更可恶的是 杨过见新娘长得美丽 竟情不自禁的 在新娘的脸颊上摸了一把 试问 迎亲队伍几十人 甚至上百人 他们都看到了新娘 被杨过掀了盖头 又摸了脸蛋 如此一来 这位新娘还有什么脸面 继续苟活于世上 可以预见的是 仅庸巧妙地借着因果循环 让报应归到了杨过之子 杨破天的身上 这就能解释 杨过和小龙女 明明历经了诸多生死磨难 可他们的儿媳妇 仍闹出了与他人有染的风波变故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才高八斗 他的武侠著作 看似荒诞不惊 实则环环相扣 让人看了不由的嘖嘖称奇